一年多以来,因为是快脸的兴起,各种币炒得河翻水般的,有人一夜暴富,有人一点二一一会儿就打水漂了。 天呐,一点二一啊,王二小一辈子,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啊。 这新闻看得王二小心脏病都要犯了,看来炒币这么惊险刺激的活动,是不是和王二小这种平凡的人类? 我要有一点二一,我就选择躺家里唇玩,重庆姑娘一点二一,一夜包仓,2018年9月5日晚时期时许,比特币极低,一些在OKX平台高杠杆的做多比特币的用户接到了风险提示。 仅仅几分钟后,他们就接到了OKX平台的亏损通知,为了止损,他们想要进入OKX平台止损,但万万没有想到, 这就是噩梦的开始,他们发现,平台此时根本无法进入,因为早在二十多分钟前,OKX平台交易区就已完全看缓,用户们完全无法进行任何止损操作平仓,补仓。 根据区内用户提供的信息和证据,本次平台当机,是从9月5日17点20分左右开始,直至18点38分才修复,共经历一小时18分。 这一个小时,这些用户没有等到操作的机会,却等来了爆仓的消息。 据自媒体却快炼真相报道,重庆姑娘杨靖化名亏了1.2亿,其中4000万院赌服输,另外8000万杨靖任为是被OKX操控爆摊到。 亏损1.2亿的重庆姑娘,维权者与OK公司线下对质,大部分人亏损50万以上,和OKX平台几经交涉无果后,损失惨重的用户们自发组织了维权群。 此次他们与OK公司的线下对质始于9月上旬,一个多月以来,到过OK总部维权的人数累计接近100人。 其中,大部分人的亏损都在50万以上,最高的责为1.2G,很多人的本金来自于信用卡、网贷和高利贷。 过去一年,影响较大的OKX不正常爆仓事件,主要发生在3月9日、5月23日、9月5日、4月11日这四个日期。 先来,OK总部维权的也主要是这几次爆仓事件的受害者。 杨靖也是其中的一员,维权者。 这些维权者以前互称庇佑,如今互称满友。 他们共同的身份是虚拟货币交易平台OKX的用户。 共同的遭遇是巨额财富,随着期货和预报仓复之一句。 在他们看来,OKX应该为多次不正常的爆仓事件负责,并赔偿他们的损失。 线下维权是最后的手段。 在走上这条路之前,维权者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,但都收效甚为,他们与OK公司交涉,刚开始还会做一些等级,收到不分赔偿的承诺。 但后来承诺没有落实,OK公司不再与他们做任何沟通,甚至删除了他们的交易记录,强行关闭了他们的个人账号。 维权群截图,公开资料写是,OKQN和OKX都是许明星创立的公司。 但今年年初,OKQN宣布两家公司已经进行切割。 由于OKX总部在马尔达,维权者难以触碰,所以他们只能到OKQN位于北京的总部进行维权。 OKX期货交易不具备相关资格,和现货交易不同。 期货交易的特点是以效不大,可以用一块钱的资金去交动十块钱,二十块钱的交易。 当然风险也被相应放大,一旦买错方向,随时都可能发生爆仓,损失全部资金。 在没有监管的币室里,期货合约成为了庄稼大次清洗散户的手段,根本没有任何规矩可言。 操纵币价,穿针,滑点,钉点爆破,散户只能沦为这些被打操作的鱼肉。 而交易所配合性的瘫痪,令台南更加不可抗拒。 OKEx交易所创世人徐明星,据了解,与OKQR有合作关系的OKEx交易所,是国内唯一具备数字货币合约交易,数字货币期货的公司。 但是当用户们去找到证监会时,得到的答案却更让人惊议。 数字期货交易所并不归属于证监会的管理败筹。 但是根据证监会的答复还合知,中国证监会未批准任何交易场所开展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期货交易。 北英的互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北英欧卡联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,OKQR公司,不具备中国证监会和准期货借务相关资格。 现在,学灵星不露面,维权者也没有任何办法,只能报下工作,去OK公司楼下手朱带兔,以及能挽回损失。 小王二小这种坎坷,也无非是感叹一句,吃到艰难,炒必须谨慎,投机要不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